欢迎继续收听由废柴大叔为您演播的《神医坠序》第三集 苏清柔气得胸膛一颤一颤的 想要反驳 但却根本不知道用什么言语 赵无名敢肆无忌惮地在家里搞烛光晚餐 这的确是苏清柔没有想到的 虽然有些感动 但苏清柔的内心里还是觉得不妥呀 倒不是同情林凡的遭遇 而是苏清柔不喜欢这样被摆布的感觉 林凡的嘴角一抽 苏清柔 你要记住 至少现在你还是我老婆 苏清柔气得身体瑟瑟发抖 林凡什么时候敢这样跟他说话 这是要翻了天吗 滚 你给我滚 小种你就给我滚出去 滚出去就不要再回来 苏清柔指着林凡的鼻子 大呼小叫地说道 估计啊 这便是所有的上门女婿的悲啊 丈母娘不给好脸色 媳妇动辄就喊你滚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有这个底气呀 他们始终就没有将上门女婿当一家人看过 对于苏清柔的呵斥声 林凡只是淡淡一笑 不用你催 我自己会走 至于回来 有一天你会求着我回来的 林凡不嫌不淡地回应着苏清柔 伸手在墙角将一个装衣服的帆布袋子提着 便朝房门口走去 看到林凡似乎真的打算离开 苏清柔不由地有些慌张了 林凡 你给我站住 你去那种地方被抓了 我去拿钱赎你 然后现在还要闹离家出走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你对得起爷爷吗 我爷爷当时真是瞎了眼 让我嫁给你这个白野狼 苏清柔之所以有点慌张 主要是林凡若是真的这样离家出走了 爷爷那边不好交代呀 当年招着林凡入坠 那便是爷爷拍板定下的 听到苏清柔提到爷爷 林凡不由地顿住脚步 冷冷地看了苏清柔一眼 放心 爷爷当年给我的六十万 我很快便会还给你 整个苏家 所有人都瞧不起林凡 唯一护着林凡的 也只有苏老爷子苏国华 也正是有苏老爷子的震慑 所以林凡的日子还稍微的好过一点 林凡可以讨厌苏家的所有人 但是却唯独对苏老爷子一直很感恩 当年的时候 林凡的父亲重病 急需要六十万的救命前做手术 若不是苏国华答应给林凡那六十万 只怕林凡的父亲现在早就没命了 一脚踏出了苏家别墅大门 林凡知道自己这走的是一条不归路 而与此同时 西川市郑阳集团十八楼总裁办公室里 郑阳集团的总裁墨正川老爷子 桌子上放着一张照片 旁边还有一份女孩子的名单 隐约可见上面的一个名字 苏清柔 后面似乎还有一段说明呢 但是却被照片给挡住了 不知道具体说了什么 墨正川的手指头 有节奏地敲打着桌面 沉吟了片刻之后 最终还是拿起了话筒 拨通了一个电话 换吧 留意下这个年轻人 林凡一个人走在大街上 看着街道上的灯红酒绿 摸了摸身上剩下的三十二块八毛钱 心中不由地暗叹一声 话不一临走之前 给林凡在人民医院那边 安排了一个医生的空缺 据说 医院那边一个科室的主任的性命 就是当年话不一旧下的 只要林凡明天去找他 那吃住的事情应该可已经任而解了 但是今晚 但是今晚怕是只有在网吧里对付一晚上 林凡顺着大街继续朝前面走去 却不知道 在后面几百米的地方 一辆宝马和一辆面包车 悄悄地跟了上来 面包车中 正是一脸阴沉的赵无明 还有另外一个脸上有刀痕的中年男子 虎哥 就是那个混蛋 你看什么时候动手 小子 跟我玩 看我他妈不弄死你 这个虎哥 真名叫成虎 正是昆巴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 据说成虎在境外受过训练 身手了得 非常受八叶重视 虎哥眼神朝路灯上扫了两眼 先等等 这边全程监控 都有摄像头 前面有一片拆迁曲 那边没监控 我们就在那里动手 好 一切就看虎哥了 赵无明和虎哥将一切都安排妥当 在前面走路的林凡 却浑然不知 危险正在靠近 林凡对这一带很熟悉 穿过前面的拆迁曲之后 便有一个网吧 包叶二十块 七月的天 虽然已经是晚上了 但路面上阵阵的热浪 让林凡额头上冒出了些许汗珠 身上黏糊糊的 很不舒服 他快速地走了几步 想要尽快到网吧的空调房里降降温 而此时 林凡后面 距离林凡几百米的面包车里 虎哥正在招呼着身边的兄弟 我精神着点 等会儿动作要迅速 这一带虽然没有摄像头 但过往的车辆可不少 不要出什么纰漏 现在是法治社会 这样的行为若是被逮住了 那是要坐牢的呀 面包车上的其他几个兄弟 纷纷地点了点头 悄无声息地将面包车旁边的侧门打开 等会儿只要靠近了林凡 一条麻袋套上去 然后将林凡拖到车上来之后 那整个过程要不了五秒钟啊 神不知鬼不觉 只要这林凡被弄到了车上 那后面的事情便好办了 赵无名听到虎哥的安排 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一个小屌丝还想跟我斗 有钱不光能使鬼推磨 还他妈能使磨推鬼呢 二十米 十米 八米 眼看面包车距离林凡是越来越近 这个时候一辆红色的宝马车 突然嘎吱一声 斜着插过来 恰好挡在了面包车的前面 稳稳停在林凡身边 正在专心走路的林凡 被这突然的嘎吱声给吓了一大跳 转身一看 眼睛顿时就移不开了 宝马车窗打开 里面有一个绝美的少妇 呼吸有些急促地对着林凡说 发什么呆啊 不认识姐姐 赶紧上车 林凡仔细一看 顿时扔住了 熊气 这么巧啊 这个少妇 名叫许荣 正是当时林凡上大学的时候 结识的一个酒吧老板娘 林凡的家境不太好 上大学的时候 经常去许荣的酒吧里 见职服务员 一直以来 荣姐都非常的照顾 预支工资 请林凡吃饭什么的 那都是经常的事 这一来二去 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了 许荣的年纪比林凡大一点 两人之间的关系啊 有些微妙 似乎是姐弟 但又比姐弟似乎又要亲密 那么一点点 后面林凡虽然毕业了 结婚了 但两人却一直保持着联系 林凡之前被苏清柔赶出家门的时候 还在许荣那边对付了好几晚上 别废话了 后面有人要追杀你 赶紧走吧 好了 第三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 rain